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能夠在大小活動 斗髮資源 農好農滿喔 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四月活動全公開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目前官方已經公布了四月份整體的活動內容 所以丹尼今天將帶大家一起來了解四月份活動的重點 以及有哪些角色是值得你注意 並且要努力捕捉的 好 那首先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四月份五星團體戰頭目的部分 那在上一部影片 我們有介紹過子餘劍跟推火會夜 兩隻色違的都很好看 那在台灣的話 就是北班球的部分 能夠抓子餘劍 他是目前草系的第二名 不論是拿來用飛、快刀、小火箭隊 或者是打團體戰頭目 都算是草系 非常強力的角色 這邊非常值得推薦 那想了解這兩隻角色更詳細的內容的話 也可以看上一支影片 我們這邊就不多加贅述 在五星團體戰頭目 將會從四月十二號變成卡普蒙蒙 然而如同三月份 卡普米明跟卡普鐵鐵能夠獲得專屬招式 自然之怒 卡普蒙蒙在這一個月也將能夠獲得這一招 卡普蒙蒙也算是四月份的重點之一啦 這邊我們詳細看他一下數據 首先是體質的部分 他目前沒有超級夜蒙CP前五以下的 所以只能在高級或者大十夜蒙使用 但是高級夜蒙這邊能夠看到坦度9 20.6 中的體質達到3574 並不算一隻持久力非常好的角色 所以他的主戰場將會在大十夜蒙 不過稍微注意他有兩個問題 首先在體質部分 50%的CP值達到3865 並不算特別的理想 而且他在屬性上的話 在招式組合部分 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在處理火 鋼 飛行 跟賭氣的時候 也比較辛苦 雖然小招有碎炎 但是基礎數據並不算特別好 大多數玩家並不會選擇這一招上場 多數會選擇這個高蓄能的終點機關槍為主打 大招的話雖然有三種屬性 但是喔 屬性上的黑洞還存在著 那論數據上來說 我們當然首選會是以自然之怒為主 再來的話 可能會用打草解或者超級角擊 在屬性的不同打點上進行處理 大概就是卡普萌萌在PVP配招的一個狀況 至於在PVE的話 卡普萌萌的攻擊其實並不算特別高 那把自然之怒也帶進來的話 他目前攻擊最高的大小招組合 將會是終點機關槍加自然之怒 但是DPS秒數傷害只來到17.9 並不是特別的理想 然而愛於卡普萌萌目前是沒有妖精小招 所以如果跟草系目前的三量排行榜來看 他只能算是勉強達到第10的 畢竟招式組合也並不是特別優秀 終於機關槍加打草解秒數傷害只來到16.4 所以綜合以上數據來看 我們對於卡普萌萌這一次獲得自然之怒的評價 也並不算特別好 首要的話是因為PVE並沒有辦法當作主流的一線打手使用 再來的話 他雖然在大C萌萌能夠處理常見的龍系 或者蓋歐卡跟顧拉多 但是也別忘了他另外一部分的屬性黑洞還是蠻明顯的 所以算是一隻大好大壞的角色 偶爾出場還算是不錯用啦 所以這邊的評價只給到B加 不過還是建議大家多抓幾隻啦 畢竟有色尾可以捕捉 並且還有這個自然之怒這專屬招式首次開放 至於我們在4月25號結束之後 將會變成雷吉思七五這個鋼神柱 那為什麼會多一個神智呢 在目前魔力網站中 不論是超級或者高級 都可以發現到雷吉思七五的排名竟然是第一名 可以說非常的誇張 但是也不意外啦 畢竟本身有優秀的談度 加上他的出招傷害量也夠足 當作第二順位使用時確實非常之優異 那這隻角色我們在之前對戰影片中 也介紹過不少次啦 玩家們應該不算陌生 那我們在前陣子的交換活動裡 也有跟第一星的朋友交換雷吉思七五 將換到高結盟第84名的 所以這次活動 單一會把這隻糖果農好農滿 然後在高結盟嘗試看看 說不定我們會親自拍影片 來給大家當作參考 好那因為新的月份也剛開始嘛 所以五星頭目之外 暗影的五星團體戰頭目也有進行變更了 我們從3月 得暗影雷弓變成了暗影眼帝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目前的數據 暗影眼帝的話 玩家們應該不算陌生啦 畢竟他也出蠻久了 但是不論是對戰啊 或者PVE你都比較少發現他有他的存在 主要原因在於他的出招數比較慢 再來的話他沒有辦法反打弱點 本身所怕的這個岩石地面跟水系 導致他在對戰中其實很少你在使用他 至於在PVE的話 雖然暗影版本傷害量是提升了 不過我們把暗影的角色也帶進來 可以發現到他只達到火系的第10名 所以不論PVP或PVE他都不太實用 但是因為這一次 首次開放暗影版本色違的 玩家在週末的時候也能夠無聊打幾隻 看能不能夠色違開圖也算是不錯 那再來的話我們往四星的 超級團體戰頭目來看 這一次有新的角色登場 就是超級赫拉克羅斯 那赫拉克羅斯這角色 是算是第一期限定的寶可夢 之前雖然台灣有幾個活動會登場 但是數量還是比較稀少 那玩家如果在之前沒有開圖的話 在活動期間 4月13號禮拜六到4月25號 禮拜四的期間 我們將會在四星頭目中看到 超級赫拉克羅斯 至於我們這邊稍微的看一下他的數據 五勝的CP達到5443非常的高 攻擊力有334 本身的彈度也還算可以 而他目前的招式組合 當然也認為還算是中等 本身的小招有非常好用的雙倍奉還 大招的話有岩石暴擊 能夠打飛行系的 而地震近身戰超級矯急 在屬性的打點上來說 也能夠帶給他不一樣的感受 只可惜不知道超級進化杯什麼時候會再出現 不然感覺他在對戰裡 應該算是蠻有趣的 不過短時間沒辦法拿來打PVP也沒關係 畢竟他在PVE的實力也不容小事 本身的屬性有蟲跟格鬥 那蟲系的話 他是目前的蟲系傷害量排行榜的第二名 雖然傷害量比不上菲羅美郎差了兩點 但是坦度部分差了2.5倍 所以論綜合來看 其實超級赫拉克羅斯是比較實用的 再往格鬥系來看 超級赫拉克羅斯同樣的並不是第一名 但是至少有排名在第三 而且坦度的部分的話 比其外也會看到的超級路卡利歐 以及目前擁有的超級火焰機 在坦度部分他也是贏過前段班 而且我們拿前八名的角色來看 超級赫拉克羅斯的坦度也是最優的 綜合考量超級赫拉克羅斯 不論在蟲系或格鬥系 都算是不錯的打手 所以有著PVE不錯的表現之外 本身的體質啊屬性或者招式 在未來大神盟超級進化碑 肯定也是有他出場的空間 所以我們對他的評價還算是蠻高的 有達到S-提供給玩家參考 那除了超級赫拉克羅斯之外 其實在四月份還有另外兩隻超級進化角色 分別是超級噴火龍AX 以及超級波斯可多拉 不過他目前只能在PVE使用的話 這邊丹尼有把他們在火系 龍系以及鋼系的殺量排行給列出來 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 那五星跟四星的頭目看完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四月份整體的活動內容 那這次的活動總共有七個 在四月開頭我們在上一部影片有介紹過的 尺寸驚喜活動 將會在四月四號禮拜四到四月九號禮拜二之間 那裡頭重點的話 不論是北半球的子餘劍能夠開圖色違之外 膽小蟲色違的也蠻值得捕捉的 算是我們這一次活動值得注意的兩隻角色 那除了尺寸驚喜活動之外 上禮拜官方也正式公布了 在四月份有經典社群日 將會是寶貝龍再次登場 我們同樣就已經先把影片介紹完了 玩家如果還沒看的話 也能夠翻之前的影片了解一下 神為第三代尊神暴飛龍目前的實力 或者超級進化之後 是否能夠撼動目前的龍系 我們在影片中都有詳細的講解 好那在月中的話 將會是以蟲系寶可夢為主的 蟲蟲出沒活動 從四月十二號禮拜五到四月十七號禮拜三之間 那麼會不會藉此推出新的蟲系寶可夢呢 我們到時候有資訊的話 會再來跟大家一起分析 那也因為官方想要貫徹到底這個蟲系寶可夢的活動 所以在禮拜六的時候 四月十三號 將會是超級赫拉克羅斯的團體戰日 算是跟忙碌的三月份不太一樣 是四月份僅有的團體戰日 等到時候詳細的活動資訊出來 我們會再更深度的來幫大家了解一下 赫拉克羅斯目前的狀況 然後接下來的話是四月份社群日 將會在四月二十號禮拜六的時候登場 目前官方並沒有實際公布哪一隻角色會出來 所以等官方公布的話 我們再來跟大家一起討論 當社群日一結束的下禮拜 四月二十二號禮拜一到四月二十六號禮拜五的時候 將會是永續發展週的活動開始 那目前的內容同樣還沒有公布 到時候我們再一起來討論 也因為四月份的團體戰日真的比較少 官方如果要賺錢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辛苦了 所以在最後將會迎來的是 孵化日 孵化日一定要買負擔器的情況下 官方就可以把這個營收給創起來 所以到時候會推出怎樣的寶可夢 讓玩家們感興趣課金呢 我們就來拭目以待 這就是四月份比較大的七個活動內容 最後的話則是週二的聚焦時刻 這一次總共會出來的角色總共有七隻 那裡面比較值得補作的話 當然認為可能是不良啊 在超級跟高結盟可以使用 最後一週的皮皮 在高結盟使用度也算是不錯 至於加碼獎勵部分 則是在我們四月中的時候 重重活動期間的聚焦時刻 我們將能夠有捕捉星辰兩倍 雖然是四月份聚焦時刻 但也認為比較重要的三個項目 以上的話就是四月份整體的活動內容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這一次公布的四月份活動 想必的是比起三月份遜色不少啦 冰這次登場的角色 並沒有辦法像三月份那樣毀天滅地 但是還是推出了許多有趣的 像是赫拉克羅斯 以及拿到自然之怒的卡普萌萌 這兩隻都蠻值得嘗試 而且還有許多活動並沒有詳細公開 是否值得更多期待的部分 我們到時候就來拭目以待 那對於這一次四月份活動內容 你有怎樣的看法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藍尼一起討論喔 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 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